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就說說七仙宇和Koffee做了一個新節目 七仙宇在Koffee面前提到鮑魚 就說Koffee的樣子立刻刻臉 是不是這樣呢? 是不是尷尬說起器官? 人家好像不是說器官 只是說鮑魚 另外我會說說這個余德成 跟他身體的體質不相配合 人家說他是虧佬樣子 那個黑眼圈大於什麼袋子 我說他是神虧 不能救 女人想要他也沒用 像個神虛公子一樣 神虛公子就是真人版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們說一些娛樂八卦 先說我朋友 Koffee什麼事 被人說了什麼鮑魚 什麼開運秘笈說說說說 說了富豪飯局 崩口人妓崩口碗 人家這麼尷尬的話題 你竟然說這些話題 人家不知怎麼回答你 Koffee為什麼這麼什麼呢? 不用口噱噱噱 不過那些報紙形容他只是口噱噱 我覺得 不知道七仙宇說什麼 又不是說得好到肉 早前有人說 Koffee根本還沒重量 你們這些傢伙的報紙也是這樣寫衰 即是說人家以前是做什麼的 就算現在是重量 以前人家也是做什麼的 那你真是很獨 那些報紙寫到人家是衰衰的 他說他婚後仍然有出席富豪飯局 之前有一些無理的指控 他個人是真性情的 Koffee千字民反擊這些指控 不過依然人家認為 清者自清 雜誌寫的水勢都不清 像馬鈞 清者自清 這些俗者自俗 打飛機 最近Koffee為香港開電視節目 整個開運秘級做嘉賓 被重提富豪翻局 測仙宇認為是非都並非壞事 更以鮑魚來形容過鐘 Koffee聽完面有藍色 只好強顏分架 無端端拿一隻器官出來做什麼 說什麼鮑魚 七仙魚 放在桌上說這些 好像有些道理 因為Koffee 你們現在炒作 就是那些富豪飯局事件 有條八公流吹 有正有據 上次聽完我說的 那些人說 你爆這些東西 都不是紅利 小朋友 你爆吧 有天爆十單八單 最多都是做到我 沒有辦法 你明不明白 你偶爾拿著一單 來爆 神經病 你就追著別人玩 別人會告你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是都可以告你的 他不認都可以告你的 所以這些是很笨拆的 做出來 擺出來和你放在龍門鎮 你怎麼追著那個女人 不斷咬 神經病 你要上位 你這樣上位 你都是別人紅 這件事 又不是紅你 你寧願在中環 剝了衣服 剝光珠 別人都看見 那個大頭 金毛 那個 看不見很小 都有人討論你 都叫你本人拿跑 所以這些過去 不要再玩 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你們這些開電視 都喜歡 挖苦別人 開運秘笈 開運秘笈 搞到好像 嘲笑大會 好像想說些東西看 你就拍你面有顏色 好了 七仙宇 向來有碗畫碗的 他在節目中看到Coffee 馬上表示 我早有留意到你的 雖然大家都是女人 但是我 人我七仙宇都被你Coffee吸引住 因為你五官好靈 他現在沒什麼化妝 但已經好想見 聽到七師傅這樣稱讚 Coffee當然笑得開心 七師傅繼續說 因為你靈 所以有很多男人想得到你 但是得不到你 他們就會撈 嘩 麻煩了 你們這句話放在李嘉欣裡 都是一樣的 很多男人想得到你 得不到你就會生氣 每次都是這樣 七師傅說話 另一位主持李尚政 立刻想找些東西捐進去 看看你有多難看面色 我們攝影機要錄下它 重提富豪飯局的事 問七師傅 這些傳言 是非會不會有利Coffee的事發展 七師傅就說 口味就稱讚 喊人要多身穩 如果什麼人都沒有 沒有人認識你 但是太人多是非會影響 印象 誰敢找你做大人 所以不可以太多 又不可以沒有 七師傅永遠說話 就是魚出魚不驚人勢 別有更以鮑魚作為例子 他說 口齒 要吃鮑魚 如果你吃一萬隻 你就會吐一隻鮑魚出來 吃小小 硬硬好 其實人和你搶 搶是非好正常 因為你娘 所有娘都會被人搶是非 鮑魚亂出 Coffee馬上笑不出 場面有點尷尬 是不是崩口人技崩口碗 這句都是雜誌寫的 我就覺得 你幹什麼 你聽狗不答應 那一刻你給不到反應 又不好笑 好像吃鮑魚一樣 然後你突然想包 dads 子isco 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他陪嘯其實會笑 て拍大好笑 Y killed by笑姐神 コoffee 不笑 黑面了 自己做什麼表情也會允ky 說真的太整震鮑魚 說出來 不知不知道 尤其討 сог Cobie 現在Coffee被 attack 說它婦王飯局都會被t виде 大家還是廢話 他有沒有出席過富豪飯局? 肯定有的,認識這麼多有錢人 但是是不是那種性質才行? 是不是賣身才行? 是不是你也沒有證據? 你會突然間彈個大料出來 說的,有沒有人彈出來說? 或者會的 你拍照什麼成城 其實有時候我見到 有勢力人士跟他一起吃飯 改著馬名 你猜他想的嗎? 即是七仙語說的 他不是簡單的樣子 他不是簡單的樣子 哪有人去跟他投爲鬆脯 想去得賭他 得賭 純粹得賭一下 好像那些雜柔 這個雜柔 那個雜柔 雜柔就當是被鬼雜 Coffee這些傳聞 不要理會別人 總之我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 認識還認識 別人是私人的事 你不要亂說 人家活在當下 那些以前 大家適於微時是是欺欺 哪有得說誰對誰錯 你說 KOL界是非不斷 只有那些記者 沒有東西寫 那些記者是非不斷 別人說 Coffee說出律師信 報紙挑釁你 說你彈出彈入 又說告又不告 不斷 人家想省點錢 不可以嗎? 你這樣我告你 那你真的告 又要打官司 大家都沒有好處 告贏了又怎樣 然後那個人破產 然後那個人又說很有錢 又很麻煩 你對呀 線風點火 你彈工手 又說這樣又不可以呢? 你也收不少 律師信 你這些雜誌真是壞 別說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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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德成 你開心 很多女兒說你 異性懸重 又周秀拿 又賽斯背 一個都玩死你 但你玩到這樣 醫生說她的黑眼圈沒得救 別人說你異性懸重 但可惜她身體有心無力 柯尿一滴滴 她說認識很多異性 因為黑眼圈被灌以虧弱之名 男人被說虧 跟聖無良一樣傷害 沒有的 只要虧不虧 又不是跟你用 就行了 你清高一點就行了 誰說 你說虧 我打不到總 你現在是鴨 打不到就打不到 對著你 周秀拿也打不到 排骨 洗衣服 說笑 真是 對呀 女神也是這樣說 有什麼女不女神 我喜歡的就是女神 我女是女神 其餘的女神 其餘的女神走開 就可以了 就承認了 虧不虧 你什麼事 你告訴我神虛公子 我喜歡射牆 不抑你 多有承認 現在在BiuTV 晚吹 最新一集 講走後的故事 節目中直認自己 異性元王 是帥 他就算不是帥 他就像乖 像被女人調戲的男人 吃最多東西 就是這些 告訴你 這女神主動走開 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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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脫下 我脫下 這真是還拖 但這男生的身體很一般 說他曾經因為心律不正 踢球踢到休克 人家就笑他做規律 真可憐 主要是那雙眼 為什麼不知吃什麼 吃到這麼大 那雙眼 經常彎了 黑眼圈就很深 真是不知道 以為你什麼 真是 是啊 是不是非常道 應該不是 看這男生的樣子 神器很正氣 但這些很難說 我常常說 娛樂圈都很黑暗 整天不知吃什麼 真的 如果你不是那麼 sunny boy 一個人 以為你是道友 黑眼圈很厲害 我相信他不是 我相信他不是 因為他樣子很像是陽光 喜歡跟別人交流 你說道友 怎會說喜歡做DJ 藏起自己就走 伏在一邊 在那裡 余德成又喜歡看人 踢球 游水 是他的身體無端端試過被人搶救 我們應該不要笑別人 這是別人的身體缺陷 說到什麼 飲香檳出道以來 緋聞多 飲兩杯屎水 希望逼他說多些自己的事 他說 甚至困惑 他說別人有真正的另一半 或者有心儀的對象 因為他經常傳緋聞的時候 就可能會令到別人另一半介意 這樣搞到別人就不要了 就是說 他說 你經常說這女兒那女兒跟我的 人家外面還有別的兒子 人家以為我真的追求他 是不是 可能他自己真的很正人君子 是樣子 虛空了些 他那個樣子 不止別人搞空他的 是自己搞到自己這樣 真可憐 黑眼圈嚴重到 醫生都沒得搞 你認識什麼醫生 沒得搞 被問到最想澄清對他的誤會 他就說自己的健康 OK的 平反的 蕭言成的 被人說黑眼圈嚴重 甚至覺得他快死了 以及虧 他就說 畢竟曾經是港隊 男人被人說虧 跟性無能一樣 這件事很傷害 你這樣 這個不是點心 NBA都有花生米 奧尼爾 奧尼爾 他老婆只有五尺三寸 奧尼爾 奧尼爾 七尺二 他老婆都說他花生米 他就說滿足不了他 奧尼爾爾 畢竟是NBA 巨無霸 最大舊那個 四百多磅 不關事 你懂得打球 不代表你懂得打炮 是不是 有的 但是大部分NBA 全部都是Jerson 你自己拿出來 你好像誰拿出來看 豬玲玲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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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知道 他問中醫 小時候血液循環不好 自小積了很多乳血 在鼻子和眼部位置 輸了起跑線 導致黑眼圈比正常嚴重 如果你知道這是你的病人 用梅花針一放就可以了 不要開玩笑 哪間中醫 血液流流 只積了那個位置嗎 不是玩笑嗎 勃勃根 按按按橋 不懂找MISS MISS有些招 黑眼圈也可以去 眼袋 做扁石 和疏通的經絡 只是做臉 他叫我不要宣傳 不是很多女人去找他做 叫我不要宣傳這麼多 做鼻骨 待會兒每個人都來收拾我的樣子 沒空 看多人需要 很多人真真正正 周身的骨有病痛 找他做 那些沒什麼人手做 幫得那個扮靚 治不到另一條腰骨 MISS真的有得搞 黑眼圈那些當然有得搞 在下面眼袋那些扁石一刮 全部是卡的 刮開到他不卡之後 血液通了眼圈便沒有了 可能你會覺得 吳仔你也有 但我不是 我真的 我不是眼圈 是臥蠶 光打下來 弄得好像有個黑眼圈一樣 但是余德成 那不是臥蠶 他真的是眼圈 有人說他中了吸精大法 看AV看上癮 這些不知道 那些師生活他做 不會告訴你 神經病 看你如何證明自己不是虧 找鬼妹回來 有幾個鬼妹 難怪一方走 每個人 當你好像Jerson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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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你 好像那個外國的單爺 沒有人說是虧弱 那你也是的 他樣子又沒有來精神 又要去做運動主播 嚇死人 有些網友說 你是不是中了吸精大法 誰吸了你呢 其實暈都說是異性懸重 因為賽斯貝曾經去過現身探病 踢球暈了那時候 塞斯貝那時候 嘩那麼緊張 嘩 塞斯貝真是明目張膽 他們兩個的感情很輕 說真的 塞斯貝這些 你又不知道他跟誰在一起 經常說王浩信 王浩信 都不知見還是留 你待會余德成 基本上又有些家底 有些少少帥仔 不行 是嗎 是嗎 馬住先嘛 馬上結婚 有什麼事先吸精大法 你到時候有 很多人已經想這些壞事 不是的 先進來看看 看看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 我說 醫生叫他短期內不要做運動 死過翻生如德成說 會好好珍惜生命 真可憐 那當時賽斯貝都甚為擔心 跟很多女明星傳過緋聞 曾經跟周秀拿一起看過戲 看戲而已 但不是這麼說 因為肯和你看戲吃飯 基本上會給你機會進一步深入發展 甚至他跟賽斯貝傳如緋聞之外 還有試過跟陳瑩 相當激烈地打Ker倫 足足打了八次Ker倫 NG了八次 專門的 不知道誰對誰 大家的戲都不太好 陳瑩也不太好 余德成也不太好 可能要真做才行 有跟容祖兒 看容祖兒演唱會 跟周秀拿傳出子弟戀 但他似乎真的吃不消 現在是過檔ViuTV 他在節目中認過自己 一腳踏兩船 還有他做那些同性戀節目 有人懷疑他是雞 有些人說他一定不會是雞 只要兩冊不得 男人又喜歡 女人又喜歡 愛情沒有分性別 他這些帥哥 小生暫時都是 他說沒有女朋友 說真的 你說不是虧 勁極有限 想跟人說不是虧 勁極有限 三十多歲 女朋友都沒有過 怎可以 我們三十多歲 人不風流枉少年 從來都沒有定過 當然 你說跟蔡師輩和娜姐那些 其實很厲害 每天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都未嘗不可 但我們不知道 你們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就拿出來看看 好像陳冠希那樣 沒有人說他流 對吧 怎麼證明自己 拿口說沒用 此地無人性無能 怎麼可以 我先講到這裡 看看他什麼時候 再拿一些厲害的東西 嚇嚇大家 像坤哥那樣 唱歌下面漲起 試試什麼時候設個網球 留下去頂一頂 下次再見 拜拜